大家好,我是林子 昨天妈妈查摘了一些新鲜的莲棚给我 这个新鲜莲子口感特别的好,甜甜的 一般我们平时都喜欢做馅料或者是炖汤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非常饱满的莲子 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剥了这么一大盘 正好剥了八个莲棚 这里差不多有两斤 剥好之后我们清洗一下 像这个莲棚的话,我们可以不要扔掉 给它晒干,然后拿来泡水喝 清凉下火 因为这个莲子今天我们是直接生炒的,所以一定要给它控干水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制 将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然后把莲子倒进来不停的翻炒 翻炒一下之后,我们要给它倒上干净 这样让它摄入均匀一点,给它油换一下 边炒的时候,边炒的时候 边炒的时候,边点的油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炒了三分钟 这个莲子已经开始翻开了 这剩明差不多已经熟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加少许的盐 来一点点的蒸匀水油或者是生抽都可以 一把辣椒面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生炒莲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口感和味道都非常的好哦 哇,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就是一道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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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短目 升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